你不能不管我們社子島的居民 你要從頭頂到的 不管是當面答應 要到社子島參觀 或是同台割稻稅 柯文哲在市長任內 陳崇文就是著名柯友友議員 如今捲入監視器官書案 柯文哲也承認 兩人確實有交情 但是這邏輯 陳崇文嘛 其實我跟他也算交情不錯 我常常說 今天如果讓台北市長 他不會遇到這種事 因為我一定會把他擋住 所以這件事情這個預算 可以直接找上柯文哲 所以才不會有官說之情勢 是這樣子的嗎 還是柯文哲可以勸陳崇文 回頭試案呢 畢竟回顧2021年 陳崇文就開始大力護航 僅用監視器頻寬跟畫質 不是蔣萬上任後 才開始動作 柯文哲被議員質疑 還頻頻拉王世堅 跟林世忠替自己背書 台北市議會有兩個議員最清楚 一個林世忠 一個是王世堅 我跟你講 你們去問王世堅 他很少贊成我的意見 只有這件事情 他是贊成我的 你要是認為不對 你當初就不要編嘛 那你又同意他編了 跟你講有這樣的弊端 他有聽進去啊 但是他怎麼還認令 這個預算編下去 減便宜啦 減聲量啦 我好幾次跟他商量 拿出很多的證據資料 但是呢 他嘴說要辦啦 要輸這個上 都沒有盡量 說法遭綠營議員一一反嗆 課問這八年台北市長任內 對台志光 官說議員 要說真不知情 恐怕很難撇清關係 三立新聞 黃明凡 讓我們繼續 綜合報導